这十年 他为我做过无数荒唐事 学生时为我打架 顶流气闹着官宣 确诊绝症后 我第一个念头是 他该怎么办 那个爱我爱到发蠢的女人 没了我该怎么办 可当看见 他与别的男人约会时 也极尽温柔的样子 我才后知后觉 他会过得很好 倒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欺然一笑 那就好 听到动静 本就睡得不安稳的我 泥泥呼呼睁眼 玄关处 柳如烟一身黑色礼服 脚边是行李箱 带着外面的风雪寒一回来 风尘仆仆 神色间难掩疲惫 我神情愣着 定定看着他 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又梦到他了 在外清冷资金的影后 眼下去软着嗓子喊我老公 他喉间一出笑意 老公 我回来了 说着便走近想要抱我 但顾及身上冰冷 他快步走去卧室 找了身柔软舒服的家具服换上 这才坐到沙发上 抱住我 捉住我只见饭凉的手 老公 你怎么不回卧室里睡 你的手怎么那么冷 在我面前 柳如烟总是格外温柔 像剥掉利爪的猛兽 露出柔软的肚皮 任我随意揉弄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之前不是说三天后回来吗 昨天视频里 看你心情不太好 就让助理定了票 拜托导演先拍我的杀青戏份 就赶回来陪你了 拍戏赶工 日夜兼程 其中的辛苦 他一字不提 只是低头亲了亲我 又抬起温柔深情的黑毛 与我对视 我恍神片刻 又是这样 视频电话中 我无意识的一句嘀咕 他便可以一完成工作 就马不停蹄连夜跨上 奔赴一千多公里的风雪 回来见我 相恋十年 结婚近五年 类似的荒唐事 他为我做过无数学生时代 为我跟造谣的人打架 顶流时期闹着官宣 想给我一份光明正大的爱 成名后 不计其数的代言费 骗筹 统统打进我的塔里 这样不惜一切给我安全感的事 他做得太多太多了 就连他的经纪人 都无数次暗含深意地跟我说 柳如烟啊 是个彻头彻尾的恋爱脑 安静的客厅里 我神情珍重 看着他眼底不似做假的身情 心底突然涌上一股 迷茫又悲切得无力感 眼底的身情做不得假 可他出轨了圈内 另一个男明星的事实 更做不得假呀 一周内 先是确诊绝症 后是收养了八年的狗高龄去世 孤独和无助 像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最后压到某根神经 一瞬间的窒息与眼泪 就这么来了 那天清晨 我不管不顾的定调 我买了最近的高铁 漫长的七个小时长途中 我走马观花地回忆了下 自己的短暂人生 这个世界给我的爱 总是很吝啬 少到我确诊绝症的那天 放心不下的人 也寥寥无几 确诊绝症后 我第一个念头是 柳如烟该怎么办 该怎么跟她说出口呀 那个爱我爱到发蠢的女人 没了我该怎么办 我想了很多 关于柳如烟的以后 毕竟我很快就没以后了 跨越1700多公里 七个多小时的高铁路途 抵达H城剧组附近时 已经是黑夜 H城夜雨多 倾盆泼下 让人猝不及防 从头冷到脚 视线模糊 眼前遮挡视线的雨水 似乎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让人情绪激进崩溃 漆黑的雨夜里 让那辆车内灯光微弱的景象 更加惹眼 随着车身不堪受力的摇晃着 暖黄色的灯光下 女人脑后原本饱满的丸子头 渐渐变得松垮 随时都要散开 激烈动作间 男人挣扎着向柳如烟所吻 柳如烟钻住他的手臂 挂在自己脖子后 然后低下头深深吻过去 看来他会过得很好 倒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亮枪转身 欺然一笑 那就好 身体被寒风吹得冰凉僵硬 眼神黯淡无光 好像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只剩下一身麻木的皮肉 我认得那个男人 叫伊藤诚 是个二线男明星 虽然不算火 但演技不错 常常凭借男二戏份 咽压男主角 网上口碑风评都很好 明明是柳如烟 搭档次数最多的一个男明星 我却从未听柳如烟主动提及过他 好似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合作对象 我无意间提过几次 柳如烟都会神情不满的 捉着我一通乱情 心得我意乱情迷 属于我们两人的时间 就不要提那些不相干的人了 可眼下拥吻缠绵的对象 也是那个男人 在娱乐圈这个满是俊男谅女名利场里 我不是没有担心过 柳如烟移情别恋 凭借极高颜值叠加精湛演技 柳如烟因为一个小角色 爆火生咖的那晚 我既高兴又忐忑 忐忑自己不够好 焦虑自己是否配得生他 可是爱人如养花 柳如烟总是用实际行动 诉说对我的惊心 他拿到第一笔群演片仇 冲去服装店 花光钱 给我买了一身新衣很久的西装 镜子前 我笑着笑着哭了 骂他花钱没有分寸 他却只会傻乐着 夸我很帅 还扬言这身西装勉强穿穿 未来一定给我买更贵 更帅 更配得上我的衣服 后来成名了 他每次去国外看秀 都会给我买回来一堆 高奢品牌服装 除了眉官宣恋情 其他的方面 他都对我宠爱到极致 凌晨的机场妹 我的脑海里 还在久久重现那个不堪的场景 病痛发作 剧痛席卷全身 我蜷缩在座椅上 冷汗打湿脸侧 一把扯住路过的工作人员 气弱油丝的寻求帮助 拜托 可不可以帮我倒杯热水 热水顺着一大把药片吞咽下 工作人员俯身温声询问 您还好吗 没事了 缓一会儿就好了 谢谢你 我努力弯了弯惨白的唇角 两酒后 药效终于起作用了 我拖着疲惫无力的身体 半吞吞起身 将捏皱的一次性纸杯 轻轻抛进垃圾桶 纸节上的东西 顺势被甩了出去 慢半拍愣神了一瞬 我反应过来 是昏戒 生病以后胃口差了许多 时常忘了吃饭 原本大小合适的戒指 竟渐渐大了些 套在无名纸上 时常摇摇晃晃的 个手 凝神打凉了眼垃圾桶内 不知是谁的呕吐物大片蔓延 戒指上也沾染到不少 只犹豫了几秒钟 我就转身离开了 算了 脏了 还是不要了吧 机场广播在提醒 该登机离开了 带着一身长途跋涉的皮绝 回到家里 我将自己窝在沙发里 毫无困意 不知是不是太孤单的原因 孤零零一个人 明明暖气已经开得很足了 却还是全身冰冷 以前柳如烟每次进组开启 还有小狗大黑在家陪着我 可他在几天前的清晨 去了狗星 指尖微动 再一次点开了手机相册 去时 在七个多小时的高铁桶中 我提前翻找出 这个五年之约视频 反复看了无数次 一遍又一遍 回味着人生中 为数不多的这点天 明明只是一来一回 一天多的时间内 再次点开视频 心境已然不再相同 这个视频 是我和柳如烟22岁领完 结婚正难晚 临时起义录制的 两人一起窝在出租屋的床上 说了很多甜蜜的话 说给五年后的 纪伯达和柳如烟 嗨喽 27岁的纪伯达和柳如烟 你们好啊 哈哈哈哈不行 莫名有点嘎是怎么回事 我捂着脸笑 身后的柳如烟一把 将我揽入怀里 低头亲了几口 挣扎着推开她 我亲了亲嗓子 正色道 那么优秀的柳如烟 五年后一定已经成为 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了吧 还有柳如烟 昨天结婚时承诺的 在我人生第一万天 也就是27岁左右 完遍全国 不知道是否实现了呀 续句叨叨说了很多 将彼此都耐入了未来规划 必须实现了 说不准你27岁那天 打开这个视频 我们俩就在武汉的櫻花树下亲吻 或者在新疆欣赏长河落日 嗯 在厦门吃正宗的沙茶面 也说不准呢 从始至终 柳如烟的眼神没离开过我 韩晴默默盯着我 不许看我 看镜头 我多次提醒他看镜头五谷 羞脑地瞪了他一眼 喂 给你五年后的老公 看一个正脸好吧 他这才给镜头施舍了一个眼神 嗓音轻烈 喂 27岁的柳如烟 你一定要比现在更爱技博大 22岁的柳如烟 隔着镜头与我对视 那双精致的桃花眼里 乘着明晃晃的爱意 难怪网上不少他的粉丝开玩笑 柳如烟那双多情眼 看狗都深情 镜头里的我 羞的脸通红 嘟囔着 五年后的柳如烟 有没有成熟点啊 该不会还这么黏人精 恋爱脑吧 喂 五年后你俩有没有小孩啊 说着说着 注意到他一直在 直勾勾盯着我的唇 盯得我大脑一时空白 忘了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索性起了他一口 又报复性地轻咬了下 刚抽身离开 被他一把强识拉回怀里 偏着头深深吻过来 视频无奈草草结束 彼时我们都太过年轻 觉得一万块钱很难赚 一万天很久远 可是兜兜赚赚 账户上已经有了一大串铃 而我也终将迎来永恒的27岁 即将27岁的柳如烟 你还记得吗 你说要在我的人生第一万天时 带我玩遍全国 然后环球航行的 可是没有第一万天了 我的未来没有27岁了 我没有未来了 只想过接下来最后的四个多月 一个多星期前 医院诊室里 我故作轻松地深吸一口气 消毒水味灌进鼻腔 笑着开口 医生 我还能活多久呀 积极配合治疗的话 还是有希望活一两年呢 但如果没条件治疗 就最多只剩四个多月了 这样啊 好的 谢谢医生 我知道了 医生似是看出了我没打算治疗 叹息开口 要是经济方面原因 医院最近有相关科研项目 报名志愿者就可以 我轻笑着摇摇头 起身离开了 十多分钟的视频播放结束 许是太久没有休息 眼眶酸胀 我闭了闭眼 正准备暗灭手机 就收到了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不等我愣着犹豫 身体先一步习惯性按了接听 是视频电话 手机那头 他在酒店房间里 似乎刚洗完澡 头发还在滴水 我本该提醒他赶紧吹头发 小心着凉生病 嘴唇微动 还是吞下了那些话 柳如烟现一步关切开口 老公 你怎么了 眼睛怎么那么红 你哭了 抬手摸了摸眼尾 这次后知后觉意识到 刚才看视频时 又哭湿了眼 好似不知痛伴 大力揉搓掉泪痕 眼尾被摩擦得更红了 健壮 柳如烟眼底满是心疼和着急 老公 你怎么了 说句话呀 我洋装自然 弯唇笑着不打眼底 眼底藏着不易察觉的机缝 没什么 刚才打了个哈欠 带出的胜利泪水罢了 对了 昨天我突然特别特别想你 然后就订票去找你了 我慢吞吞拖着尾衣 余光打量着他的神情 闻言 他擦头发的手一顿 眼底闪过慌乱 但语调不便 笑着开口询问 然后呢 结果我发现没机票了 H城太远了 坐高铁的话好累 好累啊 有那么一瞬 不甘的质问就要脱口而出 最后还是硬生生耿在了喉中 柳如烟喉结微动 唇角微翘 老公 你不知道 拍戏的这些日子里 我也好想你啊 早知道就把你也偷偷带去剧组了 真想去哪都把你揣兜里 我意味不明地笑了下 反问道 跟去了又能怎样呢 不过是一天到晚 躲在酒店房间里 等深夜无人的夜晚 才能鬼鬼祟祟地溜进一个房间 不等珍惜片刻温存 又要赶在天亮前 溜回另一个房间 这场鬼鬼祟祟的隐婚 持续了四年多 文言 她也陷入了沉默 领政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柳如烟信冲冲要官宣 说是作为周年礼物 彼时是她的事业巅峰期 那于唯一的断层顶流女明星 蓝粉数千万 她的经纪人 偷偷找上我 因为能拦得住柳如烟的 只有我 向来自以桀骜的她 只听我的 季先生 你知道的 蛋糕只有那么大 圈内很多人都盼着柳如烟跌下来 瓜分她的资源和流量 她熬到今天有多不容易 想必你是最清楚的 一旦官宣 如果粉丝接受不了 大批脱粉鬼才 对她的事业必然是一次重创 我垂眸安静地听着 掐着手心 回去便软磨硬泡 阻止了柳如烟 自毁虔诚的官宣 不知何时起 当年那个不计后果 也有官宣的恋爱呢 似乎消失了 每次话题即将聊到 两人的隐婚问题 她都会不动声色地转移 又或者是沉默两久后 表情诚挚地跟我说对不起 她是什么时候 只会说抱歉了呢 不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不就好了 视频挂断后 我姑坐在沙发上 思绪很乱 想了很多 但都没什么头绪 想着想着 凝里呼呼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再次睁眼 柳如烟风尘仆仆赶回家 站在悬观处 满眼深情地看着刚睡醒的我 思绪回容 我抬眼直直望进她眼底 突然开口 柳如烟 你接下来忙不忙呀 如果不忙的话 我们抽空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未尽的话语梗在嗓子里 柳如烟拧眉私损片刻 接下来两天是周末没什么事 可以在家陪你 然后我就又要禁组了 不等她说完 我就垂眸错开了视线 柳如烟小心翼翼打量着我的脸色 温柔地开口 老公 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了吗 对不起 都怪我太忙了 不能多陪陪你 再等我两年好吗 到时候我就办退圈了 可以好好陪你 我笑了笑 不知可否 眼底暗淡无光 柳如烟 没有到时候了 我的未来没有两年了 医生说我只能活四个多月 第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高一时的夏天 从小到大我爸很爱打我 忘记他喜欢拿什么东西打我 无非就那几样 衣架 擀面杖 扫帚 我的胳膊以及腿上 常常遍布着成片的青紫色痕迹 夏天穿短袖校服根本遮不住 红桌暗恋的女生 意外跟我表白了 她就带头和别人造我黄瑶 说我身上的青紫痕迹 都是我和女生鬼混留下的 谣言满天飞 校内混混看向我的眼神 也愈发暧昧 我爸知道了 回家质问我是不是真的早恋 那是我第一次与他争恋 反驳他 明明那些痕迹是他打的 他恼羞成怒 一脚把我踹倒在地上 扯着我的头发 把我拖到杂物间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只要我说话了 他不爽了 就会被他扇耳光 然后被反锁在 飞漆漆的杂物间里 反省一夜 我到现在都记得 当时躺在地上 浑身剧透 望着天花板的感受 直到一天傍晚 我因为是值日生 离笑时已经没多少人了 刚出了校门拐个弯 就被混混堵了 是路过的柳如烟 书包一扔 抄起棍子将混混揍了一顿 并狠狠恐吓了一分 对那时的我来说 他真的就是一道光 皎洁如盈盈月光 穿透黑夜 他教我要最爱我自己 教我反抗那些伤害我的人 教我击碎那些苍白无力的谣言 柳如烟教会过我很多东西 但我曾经看到爱情的美好 到最后 教会我口是心非的 也是他 这大概就是他复杂的心 晚上睡觉前 我安静闭着眼酝酿睡意 却无法忽视头顶炽热的视线 忍了忍 我还是睁开了眼 关了灯 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 柳如烟伸出指尖 正在虚空中描摹着我的眉眼 关灯后 我闭眼了多久 他就耐着性子盯着我看了多久 眼底是默不开的生气 我语气平静道 你怎么不睡觉 一直盯着我看 柳如烟眉稍微调 调笑道 我老公真帅啊 怎么看都看不你 月光照进眼底 我老公组演戏了 醒来时 身边另一半的床单已经冰凉 起身赤脚走到客厅 餐桌上是柳如烟走之前 亲手做好的早餐 很丰盛 他向来坐着的椅子上 放着一大捧香槟玫瑰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花语是永恒的爱 现在只觉讽刺 一如既往没什么胃口 一顿早餐 冷了又热 净吃了两顿 走过场班 慢吞吞地咽下最后一口粥 该吃药了 这才发现有三瓶药没了 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很是热闹 回来的路上 出租车司机很热情 闲聊说到市郊的影视基地 今晚有打铁花表演 等拉完我这单 他就收工了打算去看看 听到打铁花 我出神片刻 柳如烟之前说过 要带我去女州看打铁花的 是他亲手在旅游计划里写 看着车窗外的万家灯火 我轻声道 师傅 该去影视基地那里吧 我也还没看过打铁花呢 想去看看 表演快开始了 人头攒动 纵使是白天刚下完雪 冷得很 也不妨碍大家期待表演的热情 正如对下一年的美好憧憬 人群齐齐盯着花棚中心 身处其中 我却好像格格不入 视线一眨不眨 看着不远处的两人 言笑艳艳的样子 柳如烟戴着口罩 男眼神情温柔 正细心地帮伊藤城整理着围巾 确保对方不被寒风伤害 看着好似一对寻常情侣般 可是 不是说年后工作忙吗 为什么有空陪别的男人呢 只见缓缓攥紧了羽绒服衣摆 我自嘲一笑 难难自语 陪自己想陪的人 怎么都是有空的 看似在替柳如烟开脱 实则在说服自己 装得不以为意 可心里却像被人扎进了一根刺 又被随手扔进醋缸子 泡得酸涩 连带着嘴里都泛起阵阵酸苦 有那么一瞬 我有些好笑地在想 等我真的死掉了的时候 柳如烟还会难过吗 这个问题还挺难的 毕竟她可是影后爱 呼得想起很久以前 她还只是圈内小透明时 参演的一部电影 那是她苦苦争取来的机会 人生第一次演电影 虽然只是个 镜头只有一分钟的小配角 电影上映的那天 她兴冲冲带我去看了首映里 像个妖宫讨堂吃的小孩 以时她还是无人问津的存在 不用担心粉丝会认出来 引起轰动 电影院的角落里 我们俩可以像寻常情侣般 光明正大帝十指紧扣 欣赏着她的作品 大帝因为是她演过的电影 所以我会把情节记得非常清楚 我清楚记得女主患了绝症 却隐瞒着病痛 撮合男主和另一个暗恋她的女生 电影结束后 我被比美学感动得不行 哭得稀里哗啦 观众陆续离场 她还在轻柔地帮我擦着眼泪 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温声安慰我 那只是电影 我抽了抽鼻子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有一天也得了不治之症 你猜我会怎么办 她目光一沉 很是不满我提出的假设 我不知道 你会怎么办 我只知道 我会在你厌弃前一秒 呼吸一切死在你前头 哪怕是黄泉路上 能护你周全的也只能恕我 笃定深情的嗓音 似乎还环绕在耳畔 可是 爱本就瞬息万变 我缓慢地眨了下眼睛 回想起当时她说的那句话 心底还是会残余些难过 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 我觉得我会像电影里的男主一样 希望你另寻一个爱人 好好的携手余生 哦 话还没说完 她又凶又狠地吻就落了下来 任性地堵住她不爱听的话 可是 为什么心底还是那么难过呢 明明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呀 想要她没了我 也能过得很好 向来就是只有结果最重要 不是吗 正如我高中那次 成绩从第一跌落至第四 我爸不会管我考试那天 发了近四十度的高烧 还在苦撑着 几乎晕绝 他只会在看见成绩排名的那一刻 狠狠甩下一巴掌 质问我这个白眼狼 他辛辛苦苦为我操劳 我为什么还是不够争气 他是个很可悲的男人 生了我这个孩子 却丢了自己的爱人 他觉得自己的爱人 是因为我的原因 才消失的 而且我还不够优秀 他对我总是不满的 无论我做得再好 都是不够好的 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缓慢地眨了下眼睛 冰凉的液体擦着脸颊落下 不远处 打铁花转手指两根花棒 光膀子跑到花棚下 用下棒猛击上棒 一棒接着一棒 一人接着一人 十几个师傅如油龙般 往来于熔炉和花棚之间 花棚内高高打起的铁水 遇到花棚上的新鲜柳枝 四箭开来 悬挂着的烟花鞭炮炸响 刹内间 流星如铺 颠炮齐鸣 声震天雨 听到响动声 我回过神 呆愣愣地抬头 视线模糊中 看见啄目耀眼的铁花 在夜空中炸开 好美啊 为什么美得让人那么伤胆呢 同一时间 一腾成文声拉着柳如烟转身 食指指向高空 炙热的铁水被击打向十几米的高空 会迅速化为粉碎的微小颗粒 宛如天女散花 颗粒向上或向下飞舞的过程中 迅速燃烧 冷却 散热 跟着身侧男人一起转身的柳如烟 深邃的眼眸青苔 漫不经心的撇过 却瞳孔皱缩 愣着看向那高空炫目背景下的我 许是最近又瘦了 穿了好多好厚的衣服 却还是总觉得四面八方的寒风 钻进羽绒服里 我吸了吸洞红的鼻尖 低头拢了拢领口 将拉链拉至顶部 尖瘦的大半张脸缩藏进去 汲取一点暖意 下一秒慢吞吞抬眼 贪恋的想再看一眼铁花绽放 却不曾想 和他对视了 四目相对 打亮着柳如烟眼底的惊慌和恶忍 我轻叹一下 苦笑着 本想着都要死了 就别把故事烂尾的那么难看了 却没想到 事事总是难料 我垂眸错开视线 眼神淡漠的 好像在看一个人海中的陌路人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只想赶紧打车离开着 挤过人群 柳如烟快步跟了过来 试图拉住我 我下意识用力一正 只带破裂 药品散落一地 打打 生病了 是感冒了吗 我急忙蹲下身 想要捡起 柳如烟也蹲下帮忙 捡起其中一瓶药 看清药名后 动作一致 我匹手夺过药 起身就要转身离开 手腕却被他死死攥住 柳如烟另一只手 微不可控地发颤 点开了手机搜索引擎 输入了药名 弹出了相关信息 痛楚的情绪 在黑魔里弥漫开来 灯光明亮的客厅里 两人相对而坐 得知我的病情后 他在哭 我却扯了扯唇 在笑 为什么要哭呢 不是好事吗 我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 出于多年来的习惯 他下意识扶手凑近 以为我要帮他擦眼泪 我愣着一瞬 就松开了指尖 纸巾散落在他的腿上 他的动作一脚 眼底暗淡下来 然后拿起纸巾 直接缓缓钻紧 老公 你听我解释 他嗓音嘶哑 刚要开口说什么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只一瞬 我就听出了特殊之处 曾经 柳如烟的手机来电铃声 只分为我的和其他人的 我的来电铃声 是他大学时为我轻唱的情歌 其他人的都是默认铃声 而眼下这个铃声前奏 显然是他的新歌 这首歌一登录各大音乐平台 就饱受网友热议 因为从写词到作曲 以及最后的演唱 都是柳如烟一个人 可谓是用心至极 更为重要的是 从浪漫多情的歌词 到浅浅缠绵的音调 都在昭示着这是一首情歌 而情歌写给谁 又唱给谁听 对象不得而知 这一刻 旋律响起 那个对象似乎不言而喻了 长而密的眼睫 遮住我眼底不明的情绪 注意到他伸手就要挂断 我快踏一步 帮忙点了接听 有些事情 肠痛不如短痛 娇软年轻的嗓音 在过分寂静的客厅内响起 话语里透露出 明晃晃的激动雀跃 刘姐 我有个好消息 本来打算看完表演 回酒店房间再告诉你 给你一个惊喜的 结果 我面容平静地笑了下 恭喜啊 手机那边 原本还在叽叽喳喳撒着焦 似乎听见了我的声音 煞食停住了 对方迟疑开口 刘姐 你旁边 还有别人吗 别人 我无声嘻喃着这两个字 眼眶不知何时 静色到流不出眼泪了 只是酸涩的难受 带着整个心口刀弯般刺痛 电话还是被柳如烟给挂断了 客厅又陷入了死寂 两酒后 迪雅的嗓音缓缓响起 满是懊悔自责 柳如烟解释 自己和一腾城 只是一次酒后误事 喝醉了 把他认成了我 我滴滴笑出了声 只觉得讽刺 他又解释自己 真的是静组拍戏 恰好今天拍摄任务结束 附近有打铁花表演 剧组就一起去观看 我讥笑地扯了扯唇 笑得比哭还难看 激进崩溃的响 他为什么要跟我说 那么多句对不起啊 真恶心啊 既然如此 那你从这个剧组退出吧 别和他接触了 我讥笑开口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正正看着我 眉头紧皱 语气肩色开口 这个电影是大制作 有望冲奖 再或影后 紧皱的眉头忽然松了 我自嘲一笑 什么都没再说 之后的一连几天 柳如烟跟剧组 推迟了自己的戏份 一直在家里 美其明曰陪着我 其实彼此心知肚明 我不想他陪 他说这次会一直陪我不完年 说自己很爱很爱我 说他只爱我一个人 他一直在自言自语 很过躁 除夕当天一大早 我站在落地窗前 指尖滑动 找到那个久违的号码 不冷不淡地 发了句新年祝福过去 语气疏离的好似陌生人 早在快递停运之前 我就将年货快递给了他 想必他也不想见我 毕竟在他心底 我的降生 就是他这辈子不幸地开端 索性不久后 他就再也不用见我 挺好 我以前很爱吃辣 但柳如烟味不好 在一起后 我的口味也努力变得清淡许多 特别注意少油少盐少辣 可这一次 我选了最辣的牛油火锅底料 晚饭餐桌前 火锅锅底沸腾 我有条不紊地将食材放进去 糊的 头也不抬得开口 语气随意地好像在问他 要不要吃肥牛斑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趁着现在我还能动胆 他猛地抬头 恶狠狠盯着我 无声拒绝 像是在逼着我将刚才的话吞回去 连眼眶都气红了 我坐着身子 若无其事地捞起烫好的毛肚 食材被烫了许久 骤然塞进嘴里 一颗滚烫的眼泪掉了下来 他慌得不行 探过身子抬手要给我擦眼泪 还没碰到我的脸 就被反手拍掉了 别碰我 我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 面无表情地大力擦掉 慢吞吞咀嚼着嘴里的食物 果然 太久没吃辣了 都退化了 这个锅底真的好辣呀 辣得我眼泪一直掉 怎么也擦不完 过完年没几天 柳如烟该回到剧组了 剧组已经催好几天了 离开前 他仍不放心地再三叮嘱我 最近照顾好身体 啰里啰嗦说了好多 唯独只字不提离婚一事 老公 你在家乖乖的 我已经在联系国外的权威医生了 等我结束这个电影拍摄 就把后面所有行程推掉 好好陪你 到时候 我们去世界上最好的医院治疗 找最好的医生 一定可以痊愈的 我们一定可以白头携手的 我头也不抬地继续看漫画 网络未闻 没多久 刺耳的门铃声再次叫停了我看漫画 以为柳如烟落下什么东西 我不耐起身开门 结果 没想到却是他不请自来 一腾成肆意打量着客厅 颇有些耀武扬威的意味 我静静坐着 喝了口水 等着他开口 他脱口而出的话语 刻薄至极 我都调查清楚了 你是柳如烟的隐婚丈夫 同时也要死了 想必你也知道 刘姐怀了我的孩子吧 毕竟那晚 电话旁边那个人就是你 尖锐的嗓音有些刺耳 纪博答 你既然都要死了 为什么就不能安分点呢 这些天还一直纠缠他 耽误他拍戏 你别以为你要死了 柳如烟就会对你内疚 然后离开我 拿死来要挟他回心转意 你可真是可怜又低贱了 我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清脆利落 终于安静了 某种程度上 两人还挺般配的 都一样的过躁 喜欢自言自语 他恶狠狠瞪着我 似是不敢置信 我竟然会打他 我冷声吃笑 哼 我纠缠他 一个脏恶的女人 也就你迫不及待站为己有 伊藤诚气急败坏地继续叫嚣着 你只不过是个要死了的可怜虫 而我和刘姐肚子里的宝宝 才是会陪柳如烟走到最后的那个人 说完 他甚至抬手也想要打我 被我反手制住 我将没喝完的水 泼上他猙獰的面容 原本妆容精致的脸 这下狼狈至极 狠狠甩开他的手 我冷冷恐吓道 你都说了 我快要死了 你猜我还有什么怕的吗 我现在要是把你弄死 也没关系吧 毕竟我本来就没几天了 拉上你垫背也挺直哈 少特么惹我 他吓得急忙后退几度 惊恐瞪着我 但眼底暗藏得很毒算计 被我禁收眼底 伊藤诚离开后 我心底隐隐不安 总感觉要发生什么大事 突然鼻腔处传来一阵热流 紧接着 温热的血液从鼻腔涌出来 打起旁边的卫生纸 连忙堵住流出来的鼻血 动作间 我呼得笑了 还是那句话 都要死的人了 还怕有什么大事 趁着晚饭时间 一条重磅热搜 悄然爬上了娱乐板块的榜首 年轻影后柳如烟隐婚 深巴柳如烟的隐婚丈夫 柳如烟恋情 卧槽 啊我失恋了 不是 这男的哪里配得上柳如烟了 他是不是饿了 能不能吃点好的呀 尊重理解 但不祝福 全网一片哗然 说什么的都有 各大营销号齐齐下场 十几分钟内 柳如烟微博粉丝掉了几十万 指尖微顿 停在热搜页面 我眉头微醋 犹豫打开了通讯录 定定看着柳如烟的号码 对方先打了过来 语气带着邀功式的讨好 老公 这事是被人恶意爆出的 事先我也并不知情 但我已经发了官宣声明 正好趁这个机会告诉所有人 你才是我心里的那个人 他竟然趁此发博 官宣了我们的恋情 配图是结婚症 以及曾经的甜蜜合照 老公 你别害怕 有我呢 我会把一切事情解决妥当 这几天 你暂时先少上网 网上一些人的言语 可能有些激烈 你不用在意 我默不作声地听着 垂眸看着营销号推送我 柳如烟和伊藤城的剧组暧昧照 闭了闭眼 抬手点了挂断 2月20号晚上 我走在回去的路上 手里拎着生日蛋糕 尽量回一些 过往比较开心的事情 试图让心清零些 北方冬天晚上最冷 寒风呼啸 我低头往手心哈了口热气 又搓了搓手 打两眼手里刚拿到的蛋糕 轻轻笑了下 出来取预定的蛋糕前 我已经在家里 给自己做好了 满满一大桌子菜 只带取了蛋糕 暗悠悠享受着饭菜 追着喜欢的剧 等零点到来 我的27岁也就来了 过为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我哼着哥拐弯 刚一拐弯 迎面就差点撞到一个年轻男孩 我急忙笑着道歉 一抬眼 却对上对方怨恨极度的眼神 我神情尊重 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却被他死死攥住了手 立愿刺进皮肉 蛋糕掉落在地上 一刀又一刀 对方眼底满是癫狂的恨意 我瞪大了眼 渐渐数不清自己被捅了多少刀 只记得很疼 有些难过 很想哭 我还不想死那么快的 我还没有过27岁生日 还没有许愿 还没有吃到蛋糕 我大声呼喊求救过的 不远处的小区灯火通明 可是没有人来回应 躺在地上 浑身剧透 我定定望着黑漆漆的夜空 恍惚间 我好像又看见了 那个杂物间的天花板 也是这样的黑 死亡来得很快 却又是一个绝望又无助的过程 纷纷扬扬的雪花 仰面落下 消融在血泊中 寒风钻进略显宽大的羽绒服领口 我好冷 好想拢紧领口 随着血液流逝 力气殆尽 我没力气抬手 也没人能帮我拢紧 好冷 好疼 视线越发模糊 都看不清雪花了 微弱的求救声 最终烟灭在冬日的风雪下 剧组里 明明是难度一般的杀青戏份 柳如烟却频频被剧 要知道 当年夺下影后奖杯的高难度重头戏 他都没发生过这样的失误 重来了十来次 这才成功通过 松开伊藤城的腰 柳如烟一秒出息 转身离开的身影 冷漠至极 他凝着眉头 还是有些心神不宁 却又找不到源头 副导演吆喝着通知大家 杀青燕的饭店弟弟 已经提前发群力了 大家按时自行前往啊 伊藤城借口经纪人把车开走了 当众询问能不能搭柳如烟的车 碍于整个剧组都在看着 柳如烟点头答应了 柳如烟打着方向盘 心底隐约越发不安 伊藤城屡次搭话 柳如烟都没理 甚至引起了他的烦躁 本来打算参加完杀青燕 再去接纪伯达去预定好的餐厅 为他庆生的 蛋糕 玫瑰 他都早就准备回来 现在他突然决定了 把伊藤城送过去就离开 先回去陪陪纪伯达 两个人安静坐着也很幸福 十字路口出 刺耳的警笛声响起 呼得打断柳如烟的私讯 警车快速驶过 他抬手将车窗打开透气 抬眼定定看着红灯倒计时 马路边的人行道上 传来路人的惊呼议论声 看这个方向 准是去沿岸路那边居民区的 那里昨晚死人了 我也听说了 我二姨住那里 刚发了现场视频到家族群 雪地里到处都是血 吓死人了 捅了十几刀 关键是凶手还是个小年轻 被杀的那个小伙也挺年轻 不知道什么丑什么怨了 嘖嘖 听说那个凶手好像精神不大对劲 柳如烟脑子嗡嗡的 不知为什么 就是很慌 手笔脑快 拿起了手机打给置顶的号码 备注老公 一声声提示音响起 都没有打通 喂 柳如烟 不顾一腾城出声阻拦 柳如烟打开车门下了车 一把夺过了路边大妈手里的手机 刺目的鲜血映入眼底 心跳几乎停了一拍 最让他目自欲裂的 是血泼里的面孔 是纪博达 是他的老公 绿灯早已亮起 后面的车都在暗揽了催促 地 柳如烟这才骤然回神 周身气压跌入谷底 蛇身回到车里 大力关上车门 滚下去 刘姐 滚 盯着对方明显不正常的神情 一腾城皱了皱眉 犹豫下了车 他眉眼隐秘在额前黑色碎发中 看不清脸上具体神情 只是不断地踩油门 一次又一次加速 透着骨不要命的疯狂和急切 柳如烟赶到时 纪博达的尸体 已经被警察和法医带走了 留下的警察得知 他是被害人的妻子后 简单跟他说了下情况 刘女士 经调查昨晚您先生取完蛋糕 在回家路上遇到了凶手 目前凶手已经被警方缉拿 根据调查他有精神病史 手机里也发现了 许多关于您的各种资料 是很痴迷你的粉丝 在看见你官宣结婚后 病情复发失去理智之下 警察说完离开 愣正在原地的柳如烟 早已泪流满面 闪光灯下光鲜亮丽的大明星 在保安室里痛哭流涕 恳求保安给他一份 小区监控录像 回到家后 他反反复复将几个月来的录像 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条几十米的路 纪伯达每一次都是孤零零一个人 走了 又回 布满血丝的眼睛死盯着屏幕 自虐一般 将纪伯达被杀害的视频 看了上百遍 那晚他孤零零一个人 是去取预定的生日蛋糕的 他生于腊月 也永远沉睡在了冰冷的寒冬 他的纪伯达 他扇了自己很多个巴掌 仍是没能从梦中醒来 预定的餐厅打来了电话 柳如烟看了一眼 就把手机狠狠砸了出去 他小心翼翼捧起 从案发地点捡来的蛋糕 透明包装下 原本造型精致的蛋糕 被摔得不成样子 包装上也布满了血污 他正正看了几秒 缓缓低下了头 一点点点掀视去了上面的血子 独手抓起大块蛋糕 塞进了嘴里 大口吞咽着 混杂着血污 还有滑落的泪水 如果此刻有旁观者 大抵会觉得他这是疯了 先是隐婚被曝光 紧接着隐婚丈夫右背 精神失常的私生粉残忍杀害 事件层层急剧反转 热意度剧烈发酵 全网沸沸扬扬 都在等柳如烟工作室的回忆 这天深夜 柳如烟的账号悄然无声的 发布了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很长 长到足够柳如烟一点一滴虚斗了 两人的恋爱全过程 打打他总是很善良 善良到有时会招来恶人的欺负 比如当时高中那些霸凌者 比如后来的我 从相互救赎的初遇 到彼此心动的告白 紧接着是秘里调油的热恋 还有领政隐婚后的温馨日常 柳如烟状态不甚清醒 说话也有些颠三倒四 时而叙述往事 时而难难自语 结婚前 我明明答应过他了 要带他去看很多很漂亮的风景 去看海 看船 看海鸥盘旋在天空 去看盘蜿蜒的山 等有钱了 我们一起去看更美的世界 可是我特么该死 我没能遵守诺言 没带达达去吃 长寿之乡的茶干脆饼 没带他去看江南的烟波橙物 可笑的是 直到我录制这个视频 说到这段回忆 我才后知后觉想起来 说着 面容憔悴的柳如烟盯着镜头 笑得悲情 明明答应过了的呀 我怎么能忘了呢 他最讨厌 物零零一个人被扔在家里的 他最喜欢到处游玩了 在明媚的山剑阳光下 他笑得最美了 明明该死的是我呀 为什么却是他 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打打了 明明是先后脚录制的视频 第二个视频里的柳如烟 好似一瞬间苍老了十几岁 他眼神空洞又麻木 一字一句覆盘着 自己的出轨全过程 可能是第一个视频说了太多话 第二个视频里的嗓音 已经嘶哑到难听刺耳 第一次出轨和伊藤城上床 是在拍摄人间招募那部戏 那晚柳如烟一招自爆出轨 顿时全网炸开了 果然 女人只有被挂在墙上才会老实 为什么总是坏人活得更好啊 过街的老鼠和偷心的猫 半夜突然醒来 都要骂自己一句该死 当然最该死的还是这个渣女 兄弟一定会上天堂的 真的是癞蛤蟆套了青蛙皮 穿得不花玩得花 不知是哪个网友第一个带头 骂她是渣到影后 简称渣地 最后再全网 渣地成了柳如烟的代名词 柳如烟的消息 再次闯入大众视野 又是在一次社会新闻上 曾经娱乐板块热搜里的常客 现如今快成了社会新闻的常驻 本该光鲜亮丽的影后 怎么越来越活成了个笑话 柳如烟和伊藤诚主演的 电影宣发现场 伊藤诚打扮得楚楚可怜登场 主打一个脸皮后 黑红也是红 全网以及现场的观众 都以为柳如烟不会来了 毕竟她可是舆论漩涡的主角 当柳如烟出现在现场的时候 包括导演都差点没控制好表情 场下有心直口快的男生 直接大骂了剧 死渣女 竟然还没死 场面顿时一片诡异的安静 柳如烟也听见了 唇边笑容诡诀 主持人努力维持着尴尬的场面 推进流程 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 两位主演之间突然陷入混乱 紧接着蔓延到全场 台上柳如烟的大手 一把死死掐住了伊藤诚的脖子 脖子轻筋爆起 音艺质问出声 是你故意找狗仔曝光 我和达达的对吧 也是你故意把达达的行踪 告诉那个私生粉的对吧 伊藤诚 我该死 你更该死 伊藤诚濒临窒息 隐约开始翻白眼 在场其他人都在试图分开他们 阻止事态恶化 眼看即将成功 柳如烟不知哪来的利己 竟突然挣脱了其他人 一把将伊藤诚狠狠推倒在地 继续死死掐着 保安想方设法挤着人群 努力往这边赶 就在这时 第一排群众里 突然冲出一个中年男人 利润刺入皮肉 男人眼底不满滔天恨意 柳如烟瞳瞅缩 尸痛松手转身 看清了对方的面容 个然是纪伯达的父亲 那个让纪伯达整个童年 满是阴霾的男人 警笛再次响起 法律所到之处 会制裁所有罪恶 这场声势浩大的笑话 至此终于落下帷幕 好在 纪伯达在那个血液 已经彻底闭了眼 眼不见危机